好 現在換我帶來看是怎樣 好 啦 因為我真的沒有帶過它 我跟你用我一樣緊的喔 對 我這真的被麻煩死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相信大家最近呢 在網路上 常常看到很多很多的商品 燒起來 每次下面呢 點進去看 就有超級多留言說 喔這個東西超好用的 我小腿瘦了三吋 喔這個超好吃的 吃起來我的天啊 好脆喔 一定大家都有非常多這種經驗 因為畢竟我自己也常常被燒 所以呢 今天蔡蔡也訂了一些東西 要來測試給大家看 第一個商品 V臉神器 大家一定會說 可是蔡林的臉已經很小了 有完美的側臉女性 好啦好啦 基本上我真的覺得我側臉是還蠻完美的啦 所以我可能不太需要用到她 但是我真的好想知道她到底有沒有用 所以呢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兩位女性 那她們呢是已經幫我試了一陣子之後 她們各自的想法以及改變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V臉神器到底有沒有用 首先我們先歡迎我們第一位實驗者 Maki 耶 來 怎樣 怎樣怎樣 這一次呢算是受你委託 所以來測試這個東西 那妳現在覺得有用嗎 我覺得妳這樣子是因為妳 之前正惡的關係 欸我必須說 那時候正惡 因為妳剛剛講到妳完美的V臉 我那時候正惡醫生說 妳想要什麼樣的下巴 我跟你講 我拍了所有阿燦的照片給醫生 什麼好意思 然後大家說 欸現在為什麼這樣子 畢竟呢我今天非常的懶惰 我是連一點 隔離霜都沒有換 你說妳素的部分嗎 我開始 還好之前有去那個amble那邊誤個眉啦 好我們今天重點附在那邊 看到她就不小心就跟她聊太多了 欸最近妳們瓜老闆去一日雙躺 喔一日雙躺 喔一日雙躺 那我們來介紹第二位 我們的妹妹 欸她很值得就是試用這個東西吧 V臉神器 好壞喔 哈哈哈 沒有要鼻子了 唉唷不要髒啦 今天是戴V臉神器的第一天 剛開始戴的話 它感覺其實蠻不舒服的 它這邊蠻長的 然後會卡到喉嚨 然後一開始會有點不太有呼吸 然後我自己一般戴的話 我會把戴上去都會把肉推進去 有點像推女生父母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可能就看實測14天之後 效果會怎麼樣 看我們臉會不會變比較小 還有雙下巴的部分會不會比較瘦 掰掰 可是我最近覺得它變瘦 其實我覺得它有變瘦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 嗯我覺得它有用 但是不一定是要買它 喔你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綁住到什麼東西在這邊 只要往上提睡覺都是有用 用三角筋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你把它繞得很緊 然後整個是這樣弄起來的話也可以 有沒有現場弄一下 喔對喔 就像是地吸引力嗎 就是你睡覺起來 早上肚子特別平 欸我沒特別感覺 今天回去想想看 好 欸 妳現在是忍者亂太郎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這樣揪嗎 它還要把肉擠進去 然後我會綁得很緊 欸妳現在這樣給妳看起來很瘦 那我有沒有當心了 哈哈哈哈 不是它它真的是 因為你看這邊 它是完全是卡到妳的喉嚨 喔就喉嚨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我又習慣把它弄得很緊 然後導致我 你給我的那個鼻臉帶 它已經完全是鬆掉了 那阿嬤 那Maki綁一次 我記得妳IG有PO欸 有喔我有PO一次 因為我覺得太RIDICULOUS 妳怎麼會叫我帶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可是它超夯欸 好聲不斷 下面就是刷一耙7777 我 我跟你講呢 在妳之前我差點也要買 然後我心裡想說 有點太貴了吧 誰會買這個東西啊 我 哈哈哈哈 我就幫大家買來測試 所以我就告訴你們 有些東西先叫我測試過 我真實的拍出來告訴你們要不要買 這個可以買嗎 不 哈哈哈 我那時候拿到我第一次戴 我就覺得它其實下面會浪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就要削這邊 覺得我這邊沒有貼到 妳知道這個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來 我告訴你 如果妳下面有打玻尿酸 千萬不要用這個東西 對 它一定會讓妳變形 而且就是因為我有矯正 然後它剛好就是會抵住嘴唇 然後就直接卡在那個矯正器上 噢 會磨破皮 對 就是早上起來 哇 我怎麼嘴皮跟我講話黏在一起 廠商會討厭我嗎 欸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在家裡 大家還在旁邊聽說 欸 妳這是葉片嗎 這樣也太可怕了吧 怎樣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先看一下 Maki的使用心得 嗨 大家好 我是Maki 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這裡 因為剛剛呢 助理給了我這一盒 B臉神器 其實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 我原本也很想買 但我想說算了 因為它其實一個不是很便宜 沒有 知道這個女人 給我亂買 然後自己不需要 好 還叫我們兩個來測試 現在打開來給大家看 現在打開來給大家看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嗯 這樣 先 太醜了吧 這樣超醜的耶 這樣拿 這樣拿我包床下巴 發瘋喔 有嗎 還是其實有嗎 但超醜啦 好啦 第一天 先這樣 好不好 今天是我 戴這個 Lilien戴的第二天 昨天戴他有沒有看到 張小 你要 你要跟我一起戴嗎 昨天 戴這個 睡覺的心得感想 就是他 不要把它繃得太緊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其實昨天 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這邊流汗 然後會有點癢癢的 所以其實我睡到半夜的時候 我有點受不了 所以我就把它拔下來 我不知道今天的狀況怎麼樣 但是這個是可以洗的 所以 還不錯 今天是用Lilien戴 然後是第三天 然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會悶的關係 但是我的臉這邊會有一些 粉刺 一些紅紅的會開始冒出來 因為以前我的皮膚不會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說 跟這個Lilien戴到底有沒有關係 今天早上就是 還好給他洗過一次 但是他的好處就是他其實乾的還蠻快的 但我也不知道洗有沒有用 大家好 昨天呢 是我 最後一次 戴這個 Vilien戴 因為他真的是讓我覺得很困擾 是戴上去 我不管有沒有洗這條Vilien 結果洗的時候 他還是戴上去 還是讓我 下巴這邊非常的癢 甚至癢 那有點難睡 然後下巴這邊還長了一顆痘痘 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把它戴完 就到今天 好 現在換我戴來看是怎樣 好 因為我真的沒有戴過他 而且他有個問題點 是 我那時候第一次拿到 我有看他說明書 但是我還是很難看到他到底怎麼用 我跟妳用我一樣緊的喔 對 你真的沒辦法沒事 我這樣還是很美嗎 還是很美 你有點 咚咚咚咚 你們覺得這個造型怎麼樣 我覺得他很不舒服 他會一直卡到我的喉嚨 而且中間這個縫線其實也很不舒服 欸我覺得這個超危險的 因為我覺得他會把我的那個呼吸道給close掉 可是我這邊覺得我現在講話聲音 就是有一點那種變身的感覺 變鴨子的感覺 我那時候看他是有要靠到下巴的 嗯 一點點 他可以弄太緊了啦 下面的地方往下巴 剛剛你看這邊就是一整個大空洞啊 我現在要瘦的是雙下巴欸 而且那時候我真的是戴到第二天 我臉就超癢 但他超不舒服 我剛剛也是戴一下 其實我臉也超癢 重點是 我戴了這個 我這個月人生第一個痘痘 就是他 因為我完全不長痘痘的啊 超可怕 哇一直悶出痘痘來我不敢戴捏 我現在這一排 我是覺得很癢的 你有癢嗎 我睡覺的時候不會癢 是睡起來 臉頰兩側會悶出汗來 所以我會癢 就是他還會壓到我脖子這邊一塊 然後變成說我睡覺可能睡了幾個小時 然後我起來我整個這邊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以為說 喔我們什麼東西好好用喔 推進給大家 沒有這V臉袋超難用 不行 那如果你們覺得說 欸我還是好想試試看 那當然也很歡迎你們去買來試用 跟我們分享你用的結果 是 那我們三個就覺得非常不好用 OK今天不知道這什麼 我們今天花了 這個V臉袋就到這邊了 我覺得Fail OK Fail千萬不要買 對嗎 對對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基本上以後呢都會幫大家開箱一些 網路上很夯的商品 然後來告訴大家呢 到底好不好用 喜歡嗎這種感覺 欸這可以滿足我的購物欲 哈哈 譬如說我最近看到一個 紋箱造型的那個曬被子 嗯 喔好想買喔 可是我有聽說那個好像也是垃圾 我最近就是還 第二個東西啦 第二個東西啦 其實它是那種 它穿那個內衣 沒有肩帶的 它說它就是不會花 就這樣 跳一下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我想說 哇靠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買來了 然後它現在在裡面 我想說要拍一集給大家看 到底會怎樣 你要跳給大家看 你要跳啊 會不會跳啊 那我要在現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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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我們的Maki跟妹妹 好大家 Maki最近有什麼東西要宣傳的嗎 那我就沒有 哈哈哈哈 好來 來幫我們訂購年曆 喔唷我們很年曆 這一本呢 其實它有設計兩種風格 每一個看你喜歡哪一個 可以分哪一個以外呢 其實我們設計另外一個Q版 Q版的話就可以從這邊翻 一次可以買兩種版本 好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打開 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喔 沒錯 大家掰掰 886 結果我昨天才帶完那個 B臉帶的商品 就不符喔 就只有帶那麼一下下 這邊直接長一顆痘痘 大家看到了嗎 直接長一顆痘痘啦 天啊 全都是我的 甚至少 貉的草痘 是難看嗎 妳們見次見 這會很久 在後面